新聞收視想要來看 是有百年歷史的國營國 借家義股鑑額 在這20號含日本 望照鑑額來簽訂到 推動優惠交流協定 因為也儘管 在議事實採用到 刷定遷守的方式來進行 在家義市長不允許 法務部長創情上 家義鑑額 丁額長 五營三 日本方面就是 望照市長 水谷洋衣 望照鑑額保障財團 在市長 北野清丸 望照鑑額保障財團 副官党今夜九代的見證之下 外省仍作鑑額保障財團 歷史上的提供技師 希望未來相方 能夠有更多 沈花陷交流 國營國營國營國 該有鑑額到 往照監獄博物館 20號簽訂 優惠交流協定 並有該市長的民會 法務部長蔡清翔 該鑑額 典獄長吳永三 定貴賓共同建政 市長的民會表示 該市三市規模無大 只有六十平方公里 但市区才有保存很多 日本市集所流入的文化主催 你該市區鑑額 竟是全世界 為原地環境保障的鑑額 到現在已經超過百年 你這次特別到日本 王祖監獄博物館 簽訂優惠交流協定 向方中電規優惠合動 跟該市區鑑額 量力區鑑額後少幾個月 搭著一座輕林條 前來觀光的鑑育博物館 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在推動 尤其大家地方有文史工作 在搶救救艦 那到最後我們希望 就讓解放救艦 讓救艦自由 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的修復 我們感謝歷任的部長 法務部的部長 那蔡清翔蔡部長 上面也夠更是積極 那嘉義市政府在旁邊 不只是在這裡我們辦過 2021的台灣設計展 讓它成為亮點 而在這一段期間 我想我們在整理旁邊的 舊的宿舍群 年代的它也成為目督 嘉義的很重要的 沐浴的場域 這樣的場域呢 就是一個牧的教育 我想是牧的教育 牧財的教育 讓牧都的嘉義 也能夠凸顯出來 當然在這裡 我覺得玉政博物館 這是當初我們共同期待 它更具有法治 剛剛說的 部長所說的人權法治 這是一個維繫社會 很重要的力量 那我想它在這裡有多重的 不論是建築啦 歷史文化的價值 更是未來絕對是我們最重要的 觀光 我們的文化財 法務部長蔡清翔表示 這次由好交流協定 援助一百十一年 二月十九號 這次舉行立基盤的 開放政府協助會議 民眾提出了 可以跟日本網組監獄 簽訂由好交流協定的訴訟 經由法務部和外交部的中逼 並在二十號完成簽訂 嘉義就簽成立一百週年 等於雙方簽訂這樣的儀式 是送給嘉義就簽一個一百歲的生日禮物 那基於雙方的友好簽訂協定以後 可以彼此交換經驗 能夠邁向更好的一個歷史古蹟來經營 讓國人也了解這個場域是一個人權法治 很好的教育場域 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的古蹟 大家一起共同來好好的珍惜來經營 那剛看王總已經拼盈的很有聲色 那我們嘉義預政博物館的進度可以 是我們將來法務部跟嘉義市政府 會共同的努力來把這個場域 建設的更好 讓我們嘉義市民及國人 可以長長的到這邊來參觀 由好交流協定的簽署由該港澳 演藝長吳永山跟王總監獄 保存財團理事長 北野親吻代表簽合 並後上進三紀念聘請後 正式完成簽訂儀式 所以是不是就要面對吃彩虹 不得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下集中 我們就要快點 下集中 p